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讲房地产 这两天感冒声音不太好 2024年上半年,加拿大宣布了一系列重大的房市措施 旨在让更多的人轻松进入到房地产市场 并帮助遇到困境的房租 这些可以理解为房地产的利好政策 第一条,RSP提款额度大幅提升 雇房者被允许从注册退休储蓄计划 也就是RSP中提取高达6万加元的资金 用于雇房,之前的限额仅限于3万5千块 Post Home Saving Account Post Home Saving Account,也就是FHSA账户 也允许预留4万元的免税金额 用于房屋首付 第二条,还款期开始退迟至5年 雇房者计划的还款期限 从原来的两年延伸至5年 在2020年1月1日至2025年的12月31日期间 从购房者计划中提款的加拿大人的还款期限将延长3年 第三条,房贷摊销期延长至30年 从2024年的8月1日起 3月1日期购买新建房屋的首次购房者可以获得有保险 购买期为30年的提押贷款 任意举措实在减轻首次购房者的经济压力 第四条,永久购销减免措施 根据加拿大抵押贷款限章 贷方必须在抵押贷款续签前最多24个月与借款方联系 提供贪销期的选择 现在永久贪销减免措施已经成为加拿大永久性措施 不论是否有抵押贷款保险 都可以享受这一优惠 这些新措施将极大的促进加拿大房市的发展 对购房者和房主们带来更多便利和支持 现在的政府一边是鼓励年轻人购房 一边又收取高额的建筑增容税 推高房价 一个发飙的制政党对老百姓极其不负责任 2025年的大选是不是该换一换政党呢 我们拭目以待 下面再讲一下金融链金术 最近有几个人问 大而不倒黄金屋在金融领域是两本不错的好书 在你打算读金融链金术之前 最好先读读这两本书 一个是大而不倒 一个是黄金屋 索罗斯写的金融链金术 与其说是一本金融书记 不如说是谈哲学的一种书记 索罗斯提出一种理论 然后通过他熟悉的金融市场的实践活动 来验证他提出的这种理论 金融市场成为了索罗斯的实验室 他的投资活动 好比是在实验室里做实验 索罗斯把这种实验叫做金融链金术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 没法像研究自然科学那样去研究经济学 索罗斯认为传统经济学的均衡理论 在参与者偏向对律师进程影响微弱的情况下 是可以有效的 但是在参与者偏向影响剧烈的时候 就不靠谱 这种影响索罗斯把它叫做反身性 也称reflexivity 解救对象受到研究者自身的影响叫反身性 股票市场天然具有反身性 因为股票参与者的观点 必然影响到股价 进而价不再独立 金融链金术核心思想很简单 价值中枢 不是孤立于市场的预期存在的 社会的发展 也不是一条已知的直线 市价和预期的相互影响 进而形成取势而非线性化 在无以为及时又自我反转 我们看看两个反身性的逻辑判断 反身性的逻辑判断之一 消费取决于抵押品价值 股票又是主要抵押品之一 财富效应很大程度影响边际消费窮向 消费变化又直接影响经济增长 进而影响股市 反身性的逻辑判断之二 货币刺激能否提振经济 依靠汇率来检测 如果经济好转 且利率又上升 那么投资者应该对美元有信息 但如果经济不好 货币公益就会增加 只会促使美元资产 持有者抛售美元 总会不是认为 目前美国经济数据的改善 主要来自于AI行业的发展 带来的不是一次性的繁荣 AI很可能成为 人类未来发展的主导力量 尽管中间有起起伏伏 在投资领域 有大把的机会 需要传透性的认知 而传透事物的本质 需要理论为基础 但这个理论 不是学校里学的一般的经济学 好大运蒙对了 成功的投资一两次 最终输光的是你自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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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